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7号星期一华尔街电视的科技趋势 我是维仁 在纽约为您带来最新的科技重要内容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哪只iPhone最省电呢? AirPods 2已经出现了 马上带大家来看最新的苹果新品消息 上周的Apple 2018秋季发布会上 推出了三款新iPhone和手表 却没有配件产品的更新消息 不过接下来这段影片 如果你是果粉的话 可能可以看出亮点 如果你是果粉的话 你可能会看出来 这个其中的这个 非常厉害的 Hey Siri的这个Action 因为呢其实现在有的AirPods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用讲话的方式启动Siri了 所以有严厉的网友 他们就细心的发现到 短片中的女主角 她佩戴的就是第二代AirPods 因为刚刚大家有看到 她突然暂停 仅仅仅用一句Hey Siri就能够启动Siri 而不用用手去触碰AirPods 另外呢 它还有走过了水池和草地 当时正在有人割草 显示了这一代的新AirPods 它有防水和防尘的能力 而这两项特色呢 也正正就是AirPods 2它的新功能 在影片中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上市就是了 继续呢 回到科技界还在持续讨论的苹果手机 iPhone XS Max XX和XR三款新机一次发表 包含人在贩售的iPhone 7 和iPhone 8系列的机型 这些手机一次排开的话 哪一步的续航力是比较好的呢 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 处理器记忆体和储存容量的落差 并不会有及时性的感受 最直接明显的 就还是在电力续航方面 根据媒体Phone Arena 它的官网上透露出来的 使用数据整理 你可以从各项的数据中看出端倪 从比较表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相对平价的iPhone XR电池的持久力 是目前官网仍在销售的机型中 最强的一款 虽然与第二名的iPhone XS Max 它的差距非常的小 但是也可以看出来 X之后呢 在手机续航上已经有十分明显的进步了 目前官网所售的产品中 除了iPhone X系列之外 全数都会支援快速充电与无线充电 搭配单独另够的快速充电器 可以达到30分钟充50%的电量 如果你没有快充的需求 也可以省下这笔预算 继续使用随和附赠的标准充电器 慢慢的充电 如果你对电池的续航力非常讲究 又一定要入手iPhone不可的话呢 可以把iPhone XR作为你的主要目标 手机越大电池越大颗 续航力其实也就越强 不过现在居然有女权主义者 因为新的iPhone太大台 认为苹果歧视女性 今年推出的机型最少的5.8寸iPhone XS 都比过去的机型还要大 而重量也多出了至少29公克 女权主义者卡洛林他就说了 他说过去他使用iPhone 6的时候呢 曾经造成他受到重复使力伤害 因此将手机换成较小 较容易掌握的iPhone SE 他认为男性女性都一样要付钱购买iPhone 但是苹果公司却没有将女性的手比较小 列入考量 明显是歧视女性使用者 除此之外呢 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设计结果 可能是因为苹果缺乏女性主管 才导致商品在设计的时候 缺乏欠缺的考量 另外如果你是Android用户的话 这则新闻可能你应该昨天就发现了 最近Android手机都有点怪怪的 像是关闭萤幕后 或是位置的服务 就会自动停止运作等等的状况 而这些状况呢 很可能是因为Google 他们日前不小心将一项测试中的省电功能 套用到内部以外一票运行的Android Pi 手机之上所导致的 Google的Pixel团队上周四 在Reddit上证实了这个意外 目前则已经将所受影响的设备 恢复到原先的设定 如果你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之一的话 也许可以试试看 重新启动你的手机 看看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到改善 根据Android Police的报道 受到影响的设备包括了Google的Pixel OnePlus 6 Essential Phone 以及运行Android Pi的测试版作业系统的Nokia 7 Plus 其实Google和Apple 他们一直都有能力可以远端对Android或是iOS的设备 强制进行修改或更新 但通常都是在极端的情况之下才会这么做 基于保护使用者 他们才会做出这样子极端的手段 10年前App Store问世以来 Apple便持续利用类似的做法来禁止有害的App 在iPhone上运作 还是一则Google的消息 上周三Google他们宣布 Inbox就要关闭了 引起来大家十分多的关注 但是另外连附的就是在Gmail的Chrome上的离线版本App 他也会在12月3号正式下架了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需求 进来获得新Gmail已经支援离线使用的功能 并可以同步最多90天的邮件 让使用者可以在熟悉的界面中进行管理 对于经常要在WiFi讯号不稳定的场所使用email的人来说 离线功能其实是格外的重要 2011年Chrome推出之后 Google便将他们的重心转向HTML5的技术 也借此为当时刚刚登场的ChromeOS 带来各项功能的提升 如今随着浏览器的技术和安全系持续计划 Progressive Web Apps 他们也成为了Chrome 61后支援 例如Gmail离线使用功能所仰赖的新型技术 主要是在Gmail中使用新的离线功能 使用者需要先到设定中开启你对应的选项 如果你使用的是学校或是公司的账号 则需要先透过G Suite管理员的功能允许 才能够开启这项功能 而现在OnePlus他也要加入智慧家具的战场了 早些时候CEO刘作虎他正式宣布 OnePlus接下来会投身这个网联智慧家具的领域 第一步他的选择切入点就是智慧型电视 他认为一台好的智慧电视 需要具有精美的外观设计 高品质的图像质量 还有丰富的内容体验 而且还应该为用户提供更智慧的无缝连接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他们将像打造OnePlus旗舰手机一样 跟用户一起来打造这款高阶旗舰的电视 发言当下的智慧型电视市场 好像除了小米以外 的确也没有什么其他更有力的竞争者 不知道大家对OnePlus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而中国的通讯设备商供应商华为 他们今年似乎是处处碰壁碰碰着黑 因为之前美国指他们的产品有安全的隐忧之后 陆续有国家拒绝使用 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印度等等 而日前韩国最大的电信营运商SK Telecom 他们也公布5G设备的供应商的中标名单 当中包括Sansom Ericsson和Nokia 但是中国的华为却未能获得这个名单的提名 SK Telecom他表示他在进行了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审查之后 在考虑技术、生态系统和财务之后 才选择刚刚说的这三家公司 不过也有人猜测可能与近期被中国设备有安全隐患有关 韩国政府表示没有计划阻止华为投标 而韩国第三大电信营运商LGU Plus他表示 计划使用中国公司的设备 但第二大电信营运商KT则尚未发出公告 消息指出三家公司计划在一个月之内就谈判结束 并开始在全国安装5G的网络 开始从首都首尔到各大城市 不知道华为对这样子的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 最后我们要来看一则关于NASA的新闻 美国国家航太总署NASA 它最先进的太空雷射卫星Istat 2 15号发射升空了 它这个任务是测量地球冰层 冰川、海冰以及植被的改变 并改善海平面上升的预测 这项任务为期三年 如果NASA它决定要延长 卫星也拥有足够的燃料 可以持续运作10年的时间 改善海平面上升预测 造价高达10亿美元的Istat 2卫星 它在清晨6点的时候 15号清晨6点 就在加州的这个基地发射了 由三角形ERTA Delta 2火箭搭载升空 NASA的地球科学部门主任它说 这个卫星它的任务 要着重于了解格林兰和南极冰层 如何造成海平面上升 一年以来这些冰层融化 已经导致海平面上升 一公里以上了 Istat 2的卫星是由 这个Norstrom Groundman 他们所研发的 攜带雷测高的 雷测测高仪 可以从太空中测定光子至地球之间的时间 和这个衡量高度 测量地球冰层的平衡和海平面 之前的任务Istat卫星于2003年发射 09年结束任务 每秒可以发射40次雷射 揭露海平面不断变薄 格林兰和南极州沿岸地区槟城 此持续消融的现象 相较之下 Istat 2它每秒可发射1万次的雷射 数据搜集能力也高出了250倍以上 可以沿卫星的行进路线 每0.7公尺测量一次 此外Istat 2它也测量树木积雪和河川的高度 有可能也帮助研究洪水 干旱和野火等事件的碳基存量 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趋势 我是维仁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内容请浏览华尔街电视新闻网站 网址是www.wallstreetv.com 我是维仁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